哈喽,欢迎来到万先生频道,这边是我分享我创业经验的一个频道,上个礼拜第一次讲国语,然后得到很大的回响,所以这礼拜再录一次国语版,希望可以多分享一些给大家,上个礼拜得到的其中一个回响,就是说我上礼拜穿得太随便了在家里, 所以今天特别稍微穿一下衬衫跟大家见面,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每天早上起床,都是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,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话,相信大家感觉都是一样觉得很累,不想起来,想要多睡点,所以起来之后的话要怎么样呢? 让自己能够清醒,然后呢,能够对这整天充满了活力,是非常重要的,所以我都会把手机放在旁边,在我洗眼刷牙吃早餐的时候,我的手机里面会放就是YouTube,然后呢,我会放三个人的影片, 这三个人的话呢,第一个人是Gren Cardone,第二个人是Gary Vaynerchak,第三个人是Tai Lopez,Gren Cardone是一个销售大师, 他是在他的频道里面,他会讲很多关于这个销售的一些诀窍,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基础,虽然呢,听起来感觉那些,他就是你在里面讲的,分享的一些concept,就是这个想法感觉好像很普通,可是那些concept,其实都是要建立你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foundation,就是地基, 那至于Gary Vaynerchak,跟Tai Lopez,他们都是把自己名字做成平台,很成功的人,所以呢,他们就是分享他们成功的经验,然后把他们自己的名字当做品牌,然后有很多的跟随者,会去听他们的频道这样子,所以我觉得,当然就是,这三个人呢,如果说,就是听得懂英文的话呢,我很建议你去看他们的, YouTube的影片,他们在里面教的东西呢,我觉得会让你对于,你的想法的创新,然后会有很大的帮助,也会对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,比较不顺,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跨过的,该怎么样跨过的一些困难,你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去面对, 因为他们在里面,因为他们在里面都有讲到很多,非常,就是,很,很,就是motivational,很,这个,很,很让你很,很兴奋,然后,然后会让你很,很有活力的一些,的一些分享,这样子, 那当然就是,也要特别的提到,就是,关于Gren Cardone,他里,他是一个销售大师,在这个销售的部分的话呢,可能也是因为经过,这几个月来的一些经验,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,就是, 其实在人生当中的话,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,自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,我根本不会销售,我根本不会去,去分享给别人,但是呢,其实,有很多时候呢,其实你是一直在你的生活当中,其实你是一直在,在销售,就是,你一直,你其实是在销售的,怎么说呢,例如说,如果你现在有男女朋友,或者是你已经结婚了的话, 那代表说,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销售者,把你自己给销售出去啦,所以呢,在,我认为在生活当中,其实很多很多时候,或者是你出去,就是,出去Shopping,然后呢,出去写拼的时候,如果说,你在跟对方砍价,杀价,然后杀价成功,其实某层面来讲,那也代表说你是会销售的,所以呢,就是,我认为在这个部分, 上面的话呢,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,因为不论是,不论是你是做生意的,或者是你是在帮别人上班的,你在帮别人上班的时候,你也要常常跟上司推荐你自己,这不是也是销售的一种吗? 所以呢,就是,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,都可以去听一些这些影片,然后呢,让自己呢,就是,能够吸收一些知识,然后吸收一些,这个,创新的想法, 我相信呢,就是,以时间慢慢累积起来的话,对未来的你会非常的有帮助,谢谢你观看今天的万先生频道,拜拜见!